Dat 那么,首先要问候 那么,透过网络观看的 这个善知识祖故们 还有,座三团的三众们 那么,尤其是宁众们 还有东西方的所有的巨星的法佑们 大家身体健康 那么今天是湛摩春节课程的第十一堂课 那么今天会讲的是 仿米绝多节妙行解多自传的第十九个颂文 那么一句诗者桑杰巴珠撰写的 妙行解多自传的注解当中的科判来看 是观修世俗菩提心 可以分为坐上跟坐下两个部分 那么坐下的部分或者说坐肩 可以分为十个道用 那么前面 八个都讲过了 那么今天主要讲到第九个 转称为道用 那么明天应该会讲到转贪为道用的部分 那么转称为道用的是 既送是奶 但是在讲转称为道用之前 主要是上一堂课第一堂课第八个转称为道用 那部分没有讲完 所以之后会再讲第九个转称为道用 所以之前第八个道用 就是转称为道用的部分 我们说有三个重点 第三个就是我们说到大起大落才是修行的 这个大好时机 那我们讲到了这个部分 我们在昨天 之前课程 谈到的是 在兴起的时候 兴盛的时候 这部分我们讲过了 该怎么修行 那么另外 我们在失落的时候 又应该怎么修行 这是我们现在要讲一下的 那么就像我们之前讲过 我们说在人生的低谷的时候 就是累积福德的最好的一个时机 那么就像水是往低处流 不会往高处走 同样呢 我们说累积福德最好的时候 通常都是在我们人生低谷 遇到挫折困难跟痛苦的时候 所以这个时候 所以在谷底的时候 我们要懂得将它转为修行的助缘 这是我们累积福德最好的时机 其实这就像是 这个investment 像是投资一样 我们会是在这个价格最低的时候 要这个买入 那么这样才能够 这个 一本万利 就像一下我们可以买这种 比特币吗 这是现在都已经涨得不得了了 之前是价格很低的 现在都涨得非常高了 总之 总之 我们在遇到这种失落的时候 人生低谷的时候 我们在身体上 或者精神上 可能都会感到十分的痛苦 但也就是因为这样子的痛苦 可以让我们的修行 得到一个进步 举个例子来说 很多时候我们 无病无灾的时候 这时候我们如果观想 像观音菩萨 或者念诵六字大明咒 和生病的时候 或者不舒服的时候的观想和念诵 虽然念的内容都是一样 但是我们的心情和感受 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可以说 差别是在于我们心中的那种怨力 还有那种因为迫切感 因为自己病了 那种迫切感 所以那个时候的一种专注 还有强烈的那种齐情的 那种心态 和平时没有生病的时候 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虽然同样念的都是六字大明咒 但因为我们心态的不同 所以它所带来的这个效果 还有这个收获 它自然也都是差别非常的大的 所以当你在遇到痛苦的时候 如果能够继续修持 而不是压抑你的痛苦 而是让它转为修持 那么我们的修行 一定会有这种飞速的一个进步 那么这里我们可以来试着 来想一下 如果现在你头痛 或者你想一下 你现在如果身体不舒服 你可以想象这时候 你是很难观想的 你可能也没办法持咒 也没有办法齐情 如果你现在不舒服 无法修行 那么你可以想一下 那如果是你临终的那一天 我们说大难临头的 那个时候 那你该怎么办 你只是现在头痛 肚子痛 你都没有办法观想 持咒跟修行了 那么在临终那么痛苦 那么害怕 恐惧的时候 那那时候你还可以记得修行吗 你该怎么办呢 跟临终那时候的痛苦比起来 我们现在的什么痛苦 其实根本都算不上什么 因为临终的痛苦 我们现在真的没有经验到 但是我们可以看 可以推测 可以知道那时候的痛苦 是非常的强烈的 所以 我们现在就应该 把这种 每一次的经历到的痛苦 或者发生的不幸 或者各种的不如意 如果你能够把握住 来做修行的话 那么你把这些都当做什么呢 都当做你临终的一种彩排和演练 这是我们把这些困苦都当成 修行和锻炼的一个机会 因为修行是怎样进步的呢 就是在你遇到这些煎熬和痛苦的时候 在这种时候 也能够看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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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能够看得更有智慧 是这个大事之外 我们一生当中 这个生死是最重要的事情 除了这两件事之外 其他的事情 所有事情 都是小事 那么其实 当我们在生活中 遇到各种挫折 还有各种这种起起伏伏 或者各种的颠簸 或者这种坎坷的时候 这些事情 这个坎坷 它到底有多困难 其实完全是 取决于你的心境 是什么 举个例子来说 有几块石头 堆叠起来的 一个石堆 或者像是一个石墙 那么对于一只蚂蚁来说 哇 这是一座 非常非常高的山 对它来说 爬过去是很辛苦的 但是 如果对于一条狗来说 它看到的 就是一个石堆 堆起来的一堵墙 那么它稍微用力地跳 也许就可以跳得过去 对它来说 那不是一座高山 就像是这个比喻 我们一生当中 我们一生当中 也有很多的 这些 祈福 很多的这种 颠簸 很多的坎坷和辛苦 对于一些人来说 很多这些 就是人生的尽头了 好像是永远 也跨不过去的一个坎 或者说一道墙 一道高墙 但是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 就像是刚刚那只狗来看 它就是一面墙而已 没有那么困难 不是一座跨不过去的高山 它稍微用力一点 努力一点 还是能够跳过去爬过去的 但是对于那些 真正很厉害的人来说 它不紧 不是一个障碍 而且是能够让自己变得更为强大 而且能够更上一层楼的一个 像是一个台阶一样 有的时候 我们可以站在这个墙上 我们反而看得更高 看得更远 所以对于这些 真正厉害的 懂得修行的人来讲 这些障碍 反而是让它 能够更进步的 变得更强大的一个台阶 所以事情 到底有多严重 有多困难 多大 其实还是在于 你自己心量 你的能力的大小 所以这些所谓的困难 其实就是 我们锻炼自己的心量 还有能力的一个 很好的机会 再举一个例子 就像是刀 你必须要一直去使用它 那么它才会 一直保持着 它的这个 锋利 如果只是 放在那边不用 那么它就可能会 生锈 然后变顿 同样我们看到 过去的祖师大德 并不是因为他们 具备了什么 我们没有的这种 的超能力 而有所成就 不是的 过去的祖师大德 他们能够成就 是因为 他们 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他们都克服他们 都克服了这些困难 他们从来没有被这些 苦难 打倒过 他们最终 都降服了所有的魔障 而得到了成就 所以 我们和 过去的祖师大德 最大的差别是在于 这股 坚毅 跟这种 面对困难的 这种勇气 除了这个之外 其实他们并没有 什么特别的超能力 所以当我们谈到 过去一些 特殊的人物的时候 像是像 格萨尔王的故事的时候 我们会说 真希望变得跟他一样 他是那么的威猛 勇敢 很坚强 或者像 格萨尔王 他是这样子 战无不胜 我们会希望 变得像他们一样 有这样的一些 人格特质 像这些特质 威猛 勇敢 坚忍 坚毅不拔 这代表了 这在说明了什么 都在说明了 就是他们在面对困境 当他们在面对这些敌人 当前的时候 他们的心态是什么 他的 心态是什么 因为如果没有 这时候就能够体现出他的特质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如果没有困难 哪来的坚强 如果没有敌人 怎么知道什么叫战无不胜呢 所以 总而言之 所谓的这些豪杰 或者这些祖师大德们 或者说这些所谓的英雄或成就者 就是因为 他们战胜了这些困难 敌人跟魔君 而且他们在这些面前 他们从来没有释入 也没有妥协过 更没有投降过 可以说在他们的心里面 或者说在他们的字典里面吧 从来没有退缩 没有所谓的这种 胆怯 也没有逃避 跟妥协 反而呢 正是因为 他们经历了这些困难和灾难 还有这种各种逆境 所以让他们 更帮助了 他们的成功 或者他们的成就 所以这就是 圣者和我们凡人之间的差别所在 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 我们在看到 历代法王高玛巴巴也是一样 可能有些人会觉得 法王高玛巴 应该没有什么 人生的起伏 坎坷跟痛苦吧 但事实上 刚好是相反的 他们当然是有痛苦 当然是有坎坷的 没有痛苦和困难的地方呢 大概是 其他地方吧 不可能是我们这个世界 只要是在这个人世间 就一定有痛苦的 尤其 如果你想要在这个世界上 在这样一个末法时代 弘扬 佛陀清净的正法 就代表了什么 这意味着 你必须 面对无量的 这种魔障 还有各种的人的伤害 还有各种的困难 所以就像佛经当中说 因为佛法难闻 所以各种的魔障 会层出不穷 所以各种的伤害 困难 魔障 是扑面而来的 所以在这样一个世界 我们要弘扬佛法 在这样一个末法时代 要弘扬佛法的时候 我们就一定要有 强大的勇气 去面对这种 无量的害怕 跟痛苦 这就有点像是什么呢 如果就像是 你是一个将军 你面对了 这样子的千军万马 把你可以说围起来了 你被整个这个包围起来 那你要怎么出去呢 方法只有一个 那你就必须要 杀出一条血路出去 你真的要把这所有的魔障 所有的这些伤害困难 全部克服 就像杀出一条血路出去 才行 这是为什么 我们在经典中 称菩萨叫萨多 他的意思就是 菩提萨多 就是勇士 的意思 如果说没有困难 和障碍 也就不需要勇气了 菩萨也不需要有勇气了 同样 历代的佛王噶玛巴 他们经历的苦难 程度 还有形式 还有他们苦难的各个的面向 也都不一样 以后如果有机会 再跟各位介绍 但总之 如果我们去看 利大卡玛巴的传记 你会看到 他们每一世经历的 都是困难 还有这种坎坷 跟七七复复 但是 他留给我们的 留给我们后人的 却都是光明和宝藏 他把所有好的 都留给了我们 把所有的不好的 他们 独自承受了下来 所以只像一句俗话说 一个人的能力 越大 责任越大 当他责任越大的时候 压力也越大 所以历代的佛王噶玛巴 他们的责任 有多大 那他们的压力 就有多大 但 这个压力 只有他们自己 知道 是多大 我想我们是没有办法 是不可能了解的 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站在那个位置上过 承担过那样的责任 所以我们是无法体会 他们的责任跟他们的压力 但是我们可以知道的是什么 就是历代佛王他们的承担 他们从来没有惧怕过 也从来没有逃避过 他们的责任 他们的困难 还有他们的压力 而是把所有他们面对的这些困境 都当成了他们成长的一个机会 他们勇敢地面对 而且他们也将这一切 当成了累积了福德 利益他人的这样的一个顺源 这样的一个助缘 一个机会 这就是我们应该要仿效跟学习的地方 所以这里的重点是什么 就是希望我们能够知道 也能够做到就是 我们都会遇到问题 人生中都会遇到不顺利 但是记得呢 不要抱怨 不然我们常常会说 为什么就是自己这么倒霉 为什么总是我运气不好 很多时候我们会这样子的抱怨 但这是一点用处都没有的 因为人生呢 不如意的事情 十有八九 所以以后在遇到问题的时候 我们应该要马上地提醒自己 要马上地能够想到 但如果没有发生之前 我们是可以预防 尽量地去避免 但遇到了就遇到了 就接受 好 这时候要怎么想 我们要想 这就是自己修行和一个累积福德的机会来了 甚至就算我们自己往后的每一天 都是灾难 都是不行 你要想 那都是帮助能够让我们修行进步的机会 要有这样的一个认知 总而言之 如果我们克服的困难越多 我们能够迈过的这些坎坷 这种起伏越多 其实我们就会变得更强大 我们其实就会变得更勇敢 如果我们能够让所有的这些困难都变成修行的助援 那我们的修行以后往后都不会有障碍了 你的修行就会持续不断 你永远不会气馁 也不会懈怠 你更不会放弃 所以随时心中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带着这样的一个态度 能够将这些困难转成这种道勇 这是随时放在心中非常重要的 那接下来继续讲第十九个颂文 就是转称为道用 这是第九个道用 虽不堪忍并未因苦重性烈而代之轻慢 却对此等障碍过患之本性更深感触而越觉困而越觉难忍 自为我妙行之意 萨迦班智达在萨迦格言当中曾经说 他曾经说了这样一段计言 那这个计言的大意思是说 一个大德 一个圣者 伤害这个大德圣者的人 比起他的仇敌 更伤害他的人是 其实是他身边的人 也就是他身边的像侍者 或者他身边的弟子 反而是伤害他更多的 举例来说 就像是一头狮子 其他的动物 其他的众生 伤害不了他 谁能够伤害狮子 只有他身上的虫子 能够吃他 伤害到他 就像是这个比喻 他在佛经当中也有提到 佛教 没有不会被其他的宗派 或者被其他人所摧坏 摧毁 那么是谁会摧毁佛教 其实就是佛教徒 能够真的毁坏佛教 所以佛教到底是怎么 这个坏灭的呢 所以佛陀当时怎么受计呢 这是我们应该放在心上的 佛陀说 未来我的教法 是被很多说 自己是佛教徒的人 被说自己是 这个僧人的 当他们的不和和 因为他们互相的不和和 互相的批评 说自己是对的 然后说别人是不对的 说自己是亲近的 别人是不亲近的 那么就是因为 这样子的互相的不和和 所以而让这个佛法坏灭了 所以总的佛教 那加设佛之前是怎么坏灭的 加设佛的教法是怎么坏灭的 是因为 僧众当时的懒散 懈怠 但释迦摩尼佛的教法 是因为僧团的不和和 而坏灭的 所以佛教 他不会被其他的 外面的人所摧毁 是佛教徒 由内部自己 把他给 这个 摧毁的 那么以法文米菊多杰来说 他曾经帮助过很多的人 他真的照顾过非常多的人 他在当师 照顾过很多人 但很多那些人 对佛文就是恩将仇报 但佛文对于那些恩将仇报的人 佛文不但没有任何的仇恨 而是更对他们慈悲 当时这样的人是非常非常多的 那他们需要什么都给 他们需要佛法 就给他们佛法 他们需要物质财富 就给他们物质财富 但结果 那些人却说 这个佛文对我们一点恩德都没有 很多人还说这样的话 甚至对佛文有这种埋怨 甚至对佛文身边的人 有很多的抱怨 还说一些不好听的话 如果是一般人 你还可以说是 他们是俗人 总是会有这些抱怨 会这样是 会说这样的话 但是还有甚至是一些 是有名气的大德 他们还这样子 做这样的事情 他们甚至刚开始 来到佛文的身边 这个 要钱就跟佛文拿 然后想要罚 也就跟佛文求 但之后呢 稍微有拿一点点自己 觉得不满意了 就开始批评米之多杰 到处 四处造谣说 我自己 是有一点 这个知识学问的 但是呢 佛文完全不尊重我 所以我还是到其他地方去吧 那我到那边去 我还是 我可以去利益众生 我到那边还是一个大德 到时候到那边你们看 我一定这个复兴是也可以做得很大的 你们等着 等着瞧啊 很多人就这样子 说着 不是造谣 就这样子说着 然后就 就就就离开 就离开佛文了 这是一个例子 有有类似这样的一个例子 就是 就是恩将仇报的这样的情况 这样的人非常多 但米之多杰 他是怎么想的呢 一般来讲 我们平常人 对于这种恩将仇报的人 我们心中是很难过的 而且甚至会很生气 但法王不但不生气 而且 他甚至心情呢 也都完全没有受到影响 他还是和以前 一样的 很平静 也还是 一派轻松的 能够跟别人谈话 见到这些人的时候 一样跟他们谈话 眼神也是一样的 很慈悲的 和善的看着他们 甚至 他们需要什么 还是给他们 没有任何的差别 也就是因为 法王 他 一样是 就是这么的慈悲 对待他们 所以稍微有一点 智慧 有一点点 善根福气的人 看到法王这样子的慈悲 他们的心 也软化下来了 也得到了调福 就成为了 真的是一个合格的弟子了 但是那些没有福报的 没有善根的人 再怎么对他好 他也是一个样子 但是对于这样的人 就是对于这样子这些 没有福报的人 法王还是不会舍弃他 总是还是会 这个 为他 这个 还是为他回向 为他祈愿 为他祝福的 好的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先休息30分钟 前面 讲了蛮多有关 法王米芝多杰 他对于这些伤害他的人 他都能够以德抱怨 然后 他也没有教派的偏思 等等 他也能够把敌人当成亲人 然后对于厉害 斗不起 斗不起贪嗔等等 所以当时呢 很多人就会批评米芝多杰 他 就是他对谁都是非常的好嘛 所以有些人就批评米芝多杰 好像没有骨气 好像也很轻浮 然后似乎这里有一个词 似乎是说 他们也批评米芝多杰 好像这个心量比较小 然后再来会说 他做什么事情呢 都容易 做得太过头 所以当时很多人会觉得 他是一个法王 是一个上师 但是呢 并没有把他看成是一个 厉害的人物 然后这些人反而说 真正厉害的人 是他们自己 然后说自己才是 这个男子汉 是有骨气的 是能干的人 米芝多杰 听到了这些人的说法 或者听到了这些人的批评 他也不会觉得怎么样 他甚至也会说 他们说的也是对的 也没有错 也是一部分 对于我的观感一部分 也是对的 这样子 所以法王的心呢 并不会 受到那些恶的恶心 或者他们那些诋毁 那些行为所干扰 所影响 原因就在于什么呢 就是房米芝多杰 知道说 就是他知道说 凡夫呢 本来就没有什么好期待的 这是怎么知道呢 就是他身边的弟子 就是桑杰帮助呢 曾经 他经历过 当时有些弟子会去见 法王米芝多杰 所以他看过 他知道那些人 在跟法王寝室的时候 很多人呢 这是反正有的人说 就他就请问 法王米芝多杰 有那么多人这样子说 他你会很担心吗 法王会说 其实我一点都不担心 我也没有觉得不舒服 内心也没有觉得不舒服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就是凡夫 他们的本质就是那个样子 这就是我对他们的一个想法 所以就像施主菩萨行论当中 有提到说 这个顽劣的众生 就和虚空是一样的多 所以 所以 从内心当中 并没有 内心当中 从来没有觉得 他们的本质是不好的 所以也不会从内心当中 神觉得 他们是有这种讨厌 或者不喜欢他们的这种感觉 是没有的 像施主菩萨行论 就像此事愿望当中 有提到说 这些被业和烦恼 所仗毙住的这些众生 佛菩萨们 他们内心当中 并不会觉得 这些众生是不好的 他们只是被烦恼 所影响了 所以 防弥区多界是这么想的 所以只要 他们还有这个业力和烦恼 所以 凡夫众生 就会是这个样子 就是这样子 是顽劣的 所以呢 桑姐 巴珠呢 他当时有这样子听说过 听法文这样子说过 所以对于那样子 以怨报德 那样子对方不感恩的 或者诋毁法文的人 伤害法文的人 那法文呢 都能够是 不仅是不会 所以不会生气 而且是能够 自卑对待他们 那么接下来 对待伤害自己 或者是还有所谓的冤家 还有这些 我们不喜欢的人 仇人 要怎么去想 要怎么去处理 面对他们 我们可以从几个角度去想 一个是从 世间巴法的角度来想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从世间巴法的角度来思维 也就是 伤害那些伤害自己的人 不管是 可能跟自己无怨无仇的一些陌生人 甚至是那些 我们曾经有帮助过的那些人 结果他们是没有任何原因的 或者是很存心的 这个以愿报德的 这个伤害我们的话 那我们该怎么办 所以如果他人是伤 他人伤害我们 这个是存心的话 那我们就很清楚说 那么他这样的刻意的伤害 这样刻意加害别人 这样的因 会产生什么样的果 那我们都应该很清楚 所以如果我们真的相信因果的话 就应该深刻知道 他这样的行为 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 也就是我们说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所以一个真的相信因果的人 这个时候 他心中其实不会是生气 因为他真的相信了 他真的是相信因果的人 的话 他应该不是生气 也不是恨意 而是怜悯 因为这个相信因果的人 他知道 因为那个人 那个加害我们的人 他自己可能还不知道 他将来会要承受怎么样的后果 因为他被自己的这种烦恼 他所整个蒙蔽住了 所以他其实是完全不由自主的情况之下 造作了这样的一个恶言 所以其实 比起对他生气 我们更应该会 生气的是一种怜悯跟慈悲 那另外一方面来说 我们说受到伤害的时候 为什么会感觉到这个难过呢 或者说生气呢 很多时候因为我们会觉得 可能这个受委屈了 受伤 那 那我们说这种受委屈了 受伤了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那其实有很多种 所谓的受伤 委屈可以有很多种 那大概可以分为四种 那一种 就是 失去 比如说 自己珍惜的东西 不管是东西财物或人 等等失去了 第二个是 受到了 批评了 第三个 是我们身体 或者是精神上 受到了痛苦 再来第四个 就是被人忽视 或者受到侵蚀 所以大概是这四种 我们会觉得受委屈受伤 就是这四种情况 那这也就是 我们说世间八法当中的 其中 这种 负面的 这个四个法 我们说 八法当中有负面的跟正面的 各四个法 那前面的 失去 受到批评 痛苦 被忽视等等 这就是负面的四个法 所以基本上 所有的伤害 都可以归类在 这四个当中 但其实 仔细想想 这四个 这四个部分 也就是失去 或者是受到批评 或者说痛苦 或者说受到了侵蚀 这四个 归根 究底 其实 都是 都是来自于自己的执着 所以 所以 都是对于自己的一种贪执跟执着 所以 如果说 我们对自己 没有那么大的执着 那么 其实 我们也比较 不会那么容 不会那么在乎 这种失去 或者说 或者这种所谓的 批评或赞美 也不会 对我们影响那么的大 等等 或者苦乐 对我们的影响 也不会那么的大 我们之所以 感受那么的强烈 对苦乐也好 对于这种 赞美跟批评 感受那么强烈 最主要就是因为 对于自我的执着 非常的强 那么 这四个当中 首先第一个 就是 失去 或者说 损失 那么 那么 其中第一个是面对各种的失去跟损失 再来第二种是所谓的伤害跟背叛吧 那么第一个就是 就是你很珍惜的一些东西失去了 或者说 被别人抢走 骗走 或者说 这时候总之 我们会 很痛苦 其实呢 这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 比如说 我们的财务上 这种损失的时候 其实 都可以是 我们转化成一个练习布施的一个很好的机会 哦 他拿走了 他偷走了 骗走了 抢走了 你可以想说 哦 这就是我布施了 这是什么意思 因为什么叫做布施呢 就是说 给别人东西 就是要把自己舍不得的东西给别人 这叫布施嘛 如果是把自己不想的东西给别人 那就不是布施了 把自己不想的东西给别人 那叫什么 那个叫做 清理不要的东西 因为反正是不要的 就给出去 那个不算是布施 所以真正的布施是什么 这是你自己很舍不得 很舍不得的这些东西 你要给 你如果能够给别人 这个才是布施 不然自己不喜欢的东西 或者 这谁都可以给吗 所以就像《入菩萨行论》里面说的 布施最主要就是 施舍的心 舍得的心 这就是 能够 这样我们的身口意 这样一切善根 都能够施舍出去的 这样一个念 那么再来布施 他对质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令色 我们的签令 所以如果说布施 没有让我们的签令 这个烦恼变少 变小的话 那我们就没有真的做到了布施 所以 我们布施 就是要给别人 就是把自己 珍贵的 舍不得的东西 给出去 所以呢 当我们东西被 偷走了 抢走了 失去的时候 那这就是舍不得的东西 失去的时候吗 那这时候我们难过的话 应该就要想 这就是布施啊 而且 这时候如果还能够想到 就是可以希望说 拿走那些财物的人 你不要生气烦恼 不要生气 你反而应该要带着善心 还要带着原谅的心 也希望说 希望他们也能够得到一些善果 希望他们不要因为这样偷窃或者等等 这样而有这种不好的结果 恶果 希望不要有那样子不好的恶果 总之呢 你自己 可能东西失去了 被骗走了 抢走了 可能钱包不见了 被抢走了 但你转了念头 你改成了 转了一个念头 变成了一个布施 变成一个给予 你从损失 转化成为了布施 所以你 反而累积了 资量和福气 那这样不是更好了吗 这就是 所谓的一举两得了 当我们这些舍不得的东西被抢走 失去的时候 就可以把它当成练习布施的机会 再来第二个 是我们面对了这种伤害 背叛或者是离弃 就是我们喜欢的人 珍惜的人 背弃 背叛我们的时候该怎么办 这是第二个 如果是仔细想一下 如果是自己非常信任的人 其实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他们都会相信 这是真的对我们相信的人 无论别人怎么样调拨离间 或者是说什么坏话 他们还是会信任我们 就像是母亲 无论 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 真的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就是 你才看出哪些是真的相信你的人 是朋友 就是你遇到问题的时候 才看出谁是真的真心相信你的人 平常可能很多人都说是朋友 从过去的一些故事 历史上也可以知道 很多这些 很多这些 祖师大德也遭受到这种诋毁 陷害 甚至佛陀当时 也被这个提伯达多 甚至要伤害佛陀的生命 当时还有很多的外道 要嫉妒这个佛陀 和诋毁这个佛陀 在社会 到处这个社会上造谣 让很多人质疑 这个佛陀 但是呢 他们绝对没有因为 这是人的背叛 而生气或难过 当然也更不会去这个报复 反而呢 他们心中是更充满了 这种怜悯跟慈悲 他会知道说 那些人就是被 他们的烦恼情绪蒙蔽 所以甚至会感到更加的 惋惜跟无奈 所以就像是妈妈 看到这个青春期的 十三十四岁吧 这种青春期的 这个孩子 常常这样子的孩子 会叛逆 这个离家出走 然后甚至 没有办法理解 妈妈的 父母的这种苦心 但是这时候的 妈妈还是 会对这个孩子 一样的 这种关爱的 完全不会有 这种疏离的感觉 而且更不用说有 这种记恨 或者不能原谅的情况 是不会有的 所以呢 对于那些离开我们的人 或者背离 背弃我们的人 不用悲伤跟难过 因为终有一天 对方呢 他们的心会转的 会回心转意的 他们还是有一天会了解的 而且本来我们说 身为一个修行人 我们对别人好 如果是为了别人的回报 这本身就是不对的 不是这么做的 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话 这是不对的 为什么这么说 有几个原因啊 但其中一个原因是 因为你对别人好 别人不一定会对你好 所以如果你总是想着 你对别人好 别人就一定会对你好 但你 如果这样一直等着的话 你会很痛苦的 因为这不是一个 一定会发生的情况 而且第二个原因是 菩萨必须要 做这个无量的利益众生事业 他有时候要利益到 这个性格比较好的众生 但是也有这种 性格比较坏的众生 烦恼很重的众生 所以如果说菩萨 心中带着这种 太大的一种期待的话 但是对方 本来就是个性是比较坏的 但他可能会 这个以愿保得的话 那这菩萨可能会灰心 跟难过的 所以这就像是 摄利佛 这个退时发心的 那个公案是一样的 各位可能比较清楚 但我这里大概记得一点点 这摄利佛呢 他也是佛陀 声闻弟子当中 这摄利佛跟木槿联尊者 木槿联尊者故事 我们之前讲过 摄利佛呢 这是从大乘的 大乘怎么说的呢 就是说 大乘经典当中 怎么说呢 摄利佛 说这个摄利佛呢 过去 有一生 他曾经发心过 就是发起菩提心果 就是发起 为了要利益众生 而成佛 这样子的发起过 这样的誓言过 但是呢 后来他遇到了一个障碍 后来就遇到了一个魔障 遇到了一个魔 这个魔就想要制造障碍 他变换成一个婆罗门 他就跟摄利佛说 跟他要他的手 请摄利佛把他的手给他 一个手背给他 摄利佛就把他的左手 右手吧 右手看下来就给他了 那就把直升左手 用左手把右手 就给了那个婆罗门 然后后来那个婆罗门就说 你用左手把东西给我 那这是很不恭敬的 就是非常不好的 因为这是很不干净的 因为通常他们是这个 上厕所会用的手嘛 婆罗门是这样子说的 所以婆罗门就很生气 就不要 所以利佛当时就说 帮助一个人都这么的辛苦 那帮助众生一定是更困难的 所以当时他就退失了菩提经 退失了他的发心 所以这是大乘 佛经里面所说的一个公案 我不确定 是不是很确切这样子一个故事 但总之就是 如果我们期待太高的话 很多时候失望也会太高 所以菩萨利他事业上 最大的一个敌人 障碍 就是说期待太高 或者是想得到别人的回报 这是最大的一个障碍 因为众生真的好坏都有 尤其这种信心恶劣的坏众生是比较多的 所以不要对众生期待太高 期待太高的话 这会是我们菩萨利他事业上一个很大的障碍 所以一个人是修行人要做的 尤其是一个大乘菩萨的心 这要做的 当然就是以 慈悲的心去 平等地对待 每一个人 当然对我们好的 那些人是不用说 甚至对于伤害我们的人 这个背叛我们的人等等 也能够 这个对他们 慈悲 而且 努力的去 对他们有同理心 能够去 理解他们的苦衷 然后不要太计较 说我曾经帮过你 那么帮过你什么什么什么 不要计较 这种条件 也不要去计较 说曾经 这个 呵护过他们什么 就像是一个 无条件的 慈爱的母亲 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 那这时 就是一个慈悲的心 是最重要的 如果能够这样做到的话 就是代表我们是 这就是有慈悲的心 不然呢 如果平时自己心情很好 都很满自己的意义的时候 就好像都很有爱心 但是哪里自己不满意了 就翻脸就生气 那这就是 代表心中是没有这个慈悲心的 平常口头上说很有慈悲心 但其实呢 是很自私的 因为自己不满意了 就没慈悲心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的这种爱心 其实是带着这种 自私的心在里面的 并不是真的完全无私的 这种关爱的心 再来一个呢 就是我们要如何面对 别人的这种批评 或者说这种谩骂 那么就像 噶当派的大师 浪日唐巴的 恋心八句当中提到 愿彼因嫉妒 谬语 恶毁谤 失损无取受 利益尽于他 这句颂文在讲 就是说 很多人会对我们在言语上 有这种伤害 攻击 那最主要是因为 他们心中的这种 怒火 忌妒 各种负面的情绪造成的 那这些负面情绪 是来自他们的烦恼 所以在 面对他们的这种伤害的时候 我们心中要怎么想呢 最主要就是他们心中的这种怒火 或者这种负面的情绪 而造成的 其实 说白了 就是因为 他们想不开 或者说 控制不了自己的这种情绪 所以才会 这个样子 如果他们的烦恼 力量已经比他们自心更强大 所以已经完全控制不了自己 完全被他们的情绪 所绑架控制了一样 就我们常会指的一个例子 就是说 一个人拿了棍子 打了我们的时候 我们会说 我们不会对那个棍子生气 我们会对那个人生气 是因为 那个棍子是不由自主的 被那个人所控制的 同样的 我们说那个人 也是一样 我们也不应该对那个人生气 因为那个人 也是不由自主的 他是被 他的烦恼 所掌控的 他的烦恼在这个情况之下 力量是更大的 但是换个角度 我们再想一想 其实很多时候 别人会 比如说嘲笑 或者说批评我们 但很多时候 确实是 多多少少是自己也有一些问题 所以才会被别人这样子说 当然可能 也是自己的 某部分的问题或缺点 是被 对方 这个放大 或者夸张了 但是 终究来说 还是自己 有哪里 做得不够 不足 或者有缺点 所以才有可能 会被别人 这个 指责 所以 我们应该 应该借这样的机会 反观自己 来做反省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通常来讲 我们很难看到自己的问题所在 就像之前我们举过一个例子 看别人的时候 有眼睛 看自己的时候需要镜子 眼睛是看不到自己的 要看自己的话 必须要有这样一个镜子 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 大部分都是向外 所以看到都是别人的问题 会觉得好像自己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呢 圣者 刚好都是相反 会说问题都是自己 功德都是别人 之前 格西朗日唐巴 他有说过 我引用过 他说他看过 他看片了所有的经典 只有一个重点 这个重点是什么呢 就是 所有的问题 都出在自己的身上 那所有的功德 都在众生的身上 同样我们格西朗日唐巴 是说什么呢 能不能知道或做到这个因果 就是如果你能够多看到自己的问题 那么少看到别人的问题 那么才能够真的做到因果 不然你很难真的做到止恶行善 就做到因果 就是做到止恶行善 不然如果永远是 看的是别人的问题 你看不到自己的问题的话 你不可能真的做到止恶行善 所以看不到自己的问题的话 你也不可能去改正自己 改正自己 做到止恶行善 所以当别人 在指责我们的时候 这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想呢 我们应该想说 谢谢 他的这个恩德 这是因为 他对我们的这个指责 这样的帮助之下 他帮我们找到了问题 帮我们改正了 不足 这是帮助我们 整个进步 变得更好的一个机会 当然有的时候 我们 我们 确实呢 并没有做错 是被 可能是被冤枉 是被这个诬陷的 那这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想呢 我们也应该要知道 我们虽然今生 可能我们的确 可能看不到自己 做过什么事情 做过不对的事情 但会有这样子的 被别人说 被别人这个诋毁 或者指责 那这一定是 过去自己 的做了一些什么事情 而造的 这种业力的一个果报 所以 不会没有原因的结果 所以英国业力是 真实不虚的 所以呢 我们不要这个 怨天尤人 也不要再找这个借口 说是别人的问题 所以一切的果呢 都有它的原因的 没有无因之果的 所以问题是出在 自己的身上 所以总而言之 当我们在面对别人 言语上的伤害 如果真的有 就改 如果没有的话 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错误的话 我们也对于是 自己的一个鼓励 有则改 无则加免 总之不要过于情绪化 而是要这个 谦虚 而是要很冷静 保持一个冷静 然后可以 反省 跟检讨自己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才真的能够进一步 才能够成为一个 更好的人 那么而且对于别人的批评 这些所谓的恶缘 才能够真的转化 成为自己修行的一个祝缘 那讲到这里 我想可能讲一个故事 那么就做一个结尾 面对别人对自己伤害 面对别人伤害 但是我们能够 还是带着善心利益别人 的一个故事 这个大概大家都听过 但还是再讲一次 藏传佛教 藏传佛教当中 可以说大家公认的 一个修行者 我们会说真的最标准的一个成就者 修行者是谁 就是弥勒日巴 尊者 那他同样也面对了 他也是有伤害他的人 甚至他的原疾 就是因为有人毒害了他 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 那是谁给他毒吃呢 是谁下毒的呢 这有不同的说法 一般我们听说的都是 就是藏传佛教导他写的 弥勒日巴大师的传记里面 记载的是 有一个叫格西 就是搞当派的一个格西 一个善知识 给了他 给了尊者这个下毒 然后让弥勒日巴生病而死 而原疾 在另外一个传记当中 还有在尊者 在几世纪之后 三四世纪之后 和他同一个家乡的 就是第三世 干嘛吧和他同一个家乡 第三世干嘛吧编辑的 里面提到 就不是这个格西 下毒盾就不是这个格西 是谁呢 是在尊者 是在尊者 在尊者 在尊者 在尊这个地方 有一个叫尊者 一个地方 在尊者 这样的一个地区 就是尊者 就是尊者 他是本波教的一个信者 所以他是一个 本波教到处 会帮人做佛事的 这样的一个人 他会帮助权啊 或者说 为王者抄剑啊 念这个本波的 这些仪轨 然后他也是 到处也是 大家蛮信仰他的 到处会做佛事的 这样的一个人 所以尊者 在尼尊这个地区的时候 那因为尊者的 这样的一个威德力 所以当地的村民 也让 当时呢 就平息了 很多的这种灾荒 等等 所以就 也没有各种的疾病 所以因为没有灾荒 没有疾病 所以就没有人 请这个本波教的 这个人去修法 没有人生病嘛 也没有各种灾难了 所以就没有人 请他去除账 去消灾了 所以他就想说 这个真的是 这个尊者真的是不好 所以他心中 就有这种一种 一种恨意在 所以他就想说 要下毒 把尊者给杀了 那么 有一次呢 他就 找到了一个 麻风病的一个 一个 一个妇女 当时在藏地 是蛮 这个疾病是蛮多的 一个麻风病的 一个妇女 一个 他就给了她一颗 他就说 我会给你一颗 绿松石 绿松石在 藏地来说 是非常珍贵的 就跟黄金一样 藏族 到印度呢 就是做这个绿松石跟黄金的买卖 把松石卖给印度 在印度 这边买回黄金 所以这个麻风的妇女 她是很穷的 所以呢 她知道说 要给她绿松石 她当然非常的高兴 但她就说 那但是呢 你要先把 这样一碗酸奶 你要给这个尊者去吃 这个妇女 她就说 好 没问题 所以呢 那个人呢 就 就 偷偷地 就下了毒 在那个酸奶里面 这个妇女就拿去了 就给尊者吃 那个尊者呢 就是 执事前方的 看着这个 看着这个妇女来说 就执事前方 就说 你呢 为了帮你 能够拿到那个绿松石 所以我会吃下 喝下这碗 这个酸奶 所以她就整碗喝下去了 喝完之后 然后喝完之后 她才说 哎呀 你真可怜 对那个妇女说 然后尊者就说 我呢 这个身体 我已经断除我之很久了 我已经对于这个身体 没有执着了 所以呢 如果伤害我的身体 不会伤害到我 所以呢 你也不会有任何的罪业和恶果 不会有恶的果报 但是呢 这个碗 你不能够马上可以用 你不可以马上用 所以她就 尊者擦干净之后 再还给那个妇女 不然呢 那个妇女如果也拿去用的话 妇女就会死了 所以呢 那尊者还特别洗干净之后 再还给那个妇女 那总之之后 尊者就生病了 那当时他的弟子就是 那当时他的弟子就是 余切行者来说 都是一个余切行者的庄严 都是让我们的修行 更增进我们修行的庄严 这样一个 同时也能够让这个本波 他的恶心能够清净 甚至能够让这个 同时呢 也让这个妇女 他的这种疾病 能够解脱 就是在道格里面 做了这样一些发愿 但当时呢 这些惹巴呢 并不知道 尊者已经被下毒了 尊者并没有跟他们讲说 他中毒了 但是呢 当天晚上 那个本波呢 本波那个人呢 下毒那个人呢 他被那个空刑 总之惩罚之后就死了 那当时尊者知道之后 他又唱了一首歌 尊者就唱了一首歌说 哎呀 那个本波那个人呢 他恶心 他真是可怜 他比我早还死 他本来是下毒 希望我早死嘛 没想到他比我还先死了 那我希望将我自己的善业 还有我任何的幸福 还有我 过去现在未来 这一切的善 都回向给他 希望他的恶业都能够消除 甚至这个本波 他的各种的痛苦 都有我来承担 希望他得到情景 希望这个本波呢 这个人呢 他任何时候都能够远离恶友 任何时候都能够得到善友 陪伴 然后希望他任何时候 都能够生起菩提心等等 当尊者唱完这样 道歌之后 他旁边有一个弟子 叫职贡者吧 他就问了尊者 他说 你为什么要为这个本波的这样一个弟子 本波这样一个人 这样子的祈愿 这样的发愿呢 因为他们并不知道是那个人下毒了嘛 尊者当时就说了 因为这个人呢 他杀了一个上师 那个本波那个人 他杀了一个上师 所以呢 他会落入恶道 所以这段话里面的上师 指的是另外一个人呢 还是这个上师指的就是弥勒日巴尊者呢 这是我也不清楚 总之呢 这个职贡 职贡日巴接着就说呢 如果你知道说 他要给你毒吃 你为什么还要吃下去呢 弥勒日巴就说 因为如果我吃下去 回向给他的话 那我也希望说 他看他能不能从这个 恶道中出离 所以我才吃下去的 在接受他的这个 这个东西的 职贡就说 他弟子就说 那他是不是有出离呢 出离恶道呢 弥勒日巴就说 他是 可能有处理的 这样子 从这样一个成就者 尊者来说 其实 他其实也是为了 跟他结缘 能够帮助这样的人解脱 所以他才吃下了 受用那样的 有毒的 那样一个酸奶 所以这是一个故事 就是说 别人 就算有人要伤害我们 甚至是伤害我们的生命 但是我们也还是带起一个善心 甚至还是这样子的回向 给他祝福他 所以这是 尊者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这也是我们应该要 去学习跟效法的 那今天大概就讲到这里 好的 最后我们做回向